也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详情法师开始一下 就是原来 就是您在修法的时候 遇到过这些问题吗 或者这些问题 我们就是怎么来 有效的方法 就是行之 有效的方法来对峙 详情法师开始一下 谢谢 对 这个是普遍现象 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的 这个 讲的难听一点嘛 也叫三天大雨两天赛亡 对不对 这个如果比如说 修行久了 学佛时间久了 慢慢熏悉久了 这个 这个就是说 他也会变成就是说 一种好的状态 我们就要念佛好了 你念 这义佛念佛 念的时候 那是 我们这个心 我们比个例子 就要念儿子一样 那你肯定只说 我们想儿子 就想他的种种 那他都就浮现出来 但是 这个义 它就比这个念 又要 就是要放松一点 义有时候是一个 那种状态 你就是说 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 忽然 时间 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过来 一个儿子的 一个亲人的念头 过来 就是义和念之间 它也有这个松井不同的 我们修行的时候 其实也有 有这个 一心一意的时候 也有 把它放松一点 每个人都有这种状态 你时间久 只要不对佛教 升起邪见 这个都是我们修行当中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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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过程 这个 也说一个健康的 不算什么那个的 所以不用对这个产生忧虑 只要你能够 有时候在念 有时候在意 有时候 就是从正面 有时候从侧面 有时候甚至什么的 有时候我们修行 也需要一种方向 也需要叫不念而念 除了念而念 还有不念而念 除了思议 还有叫不思议 而且在用功得力的时候 只要你方向是这个方向 结果 确实 或许在 就是在某一个状态下 展现出你的智慧火化的 有的人胸功 很多年 恰恰是在 在某一个空隙 才灵光一线 大彻大雾的 所以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的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们修行 都会就是这种 心灵都会这样 只不过呢 就是说 那我们有一个标准 就是那我学佛了 那我皈依三宝了 我意念佛的时候 理解这些 这些智慧的时候 就是说 能保持的 保持相对一个 就是 保持相对一种真上 甚至怎么样呢 甚至从我醒的时候 清醒的时候 我能够 意佛念佛 比如说 念阿弥陀佛 行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天 能够有这个正念 能够有这个正念 甚至 最后都要在梦 睡梦的时候 都能知道 这个念佛 这就是什么呢 就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需要功夫 就是功夫下去了之后 慢慢慢慢静润 就身心 就发生转变 这个呢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但是 不用那个的 只要你 提着正念 有时候放一放 提一提 松弛 有度 这个结合着 就是每天都会进步的 阿弥陀佛 还有一个问题 感恩法师刚才的开示 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就是 日常生活中 遇到了一个困惑 就是 因为 因为我信佛 然后家里面 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 佛教的氛围 然后我的孩子 从小也 也归依 也归依佛门 就是 从小我也让他 学的是经典 就是传统文化 对 但是在日常生活 在日常生活里面 因为 这个社会上 就是很多的 学经 学传统文化的 现在还不是占大多数 只是一部分 然后这个社会上 有一些 就是孩子们中 一种现象 就是 就是大人的一种现象 会鼓励孩子 就是去争和抢 如果是 不争不抢的话 就是会吃亏的 但是呢 佛法上有讲究 忍让 对 对 如果其实在孩子 就是小孩子 因为孩子还小 才六岁多 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 就遇到一些 比如小朋友 去欺负他 不是欺负啊 就是这种 在争执过程中 然后我们的孩子 都会退 就会往后退 就是有时候 我也比较困惑 就是时间长了 因为孩子 可能区分不出 他这个是 是慈悲 或者什么 他可能区分不出来 这些 就给自己一个定义 但是呢 就是他时间长 他会往后让 因为 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 就是这样 要让别人 对 但是时间长了 我就有时候 会感觉孩子 会不会有一些胆怯 就是胆小 然后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是 就往后退 会不会就是 时间长了 会就是变胆小 就这种 就是日常生活 比较困惑我的一个问题 就怎么把佛法 还有传统文化 还有这个和社会里的 这些现象 然后能平衡的来处理好 对 谢谢 这个是我们在座 每一位都很关心的 因为虽然我们来提倡着 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 优向文化 优越文化 但另一方面 因为提倡 因为这个社会缺失着 所以大环境很不理想 当你这样教育孩子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家长会担心 自己的孩子会吃亏 但这也是因为 我有时候想 这也是因为 我们对自己 我们自身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不深 那也就是说 社会说现在讲竞争 现在讲成者王败为寇 败为寇 这样的时代 但其实那个都是处在一个 利的这个层次上 层面上 也就是说 在利上争的这种 它是不长久的 能够退 能够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别人争的时候 你能退 你能忍 能让 别人争的利 你是养的是得 他得到的是利 你得到的是得 请问哪一个长久 得长久 利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所以一个小孩子 如果从小能养成人 很让 他其实养 他成就了一种厚重 这种人以后才是长久的 才是能够成大器的人 一光在利上计较的人 成一时之利 一时之义气 一时之快 这种人 他是恰恰 他那种生命是脆弱的 那种人以后 他就会 你看好来 就我们这现在都是 在座的都是 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了 你看一个人 如果他是那种的 那种 他马上就面临着挫折 失败 一个人会忍 会让的人 他就会成其大器 以后能成大事业 人是因为 除其下而成王 还是因为除其低而成王 对不对 所以但是很多人 那我不退 我不让 那这个就说明 那一时益气 这个真一时益气的人 就是这种 成不了大器的 所以这种修养 小孩子就会去 慢慢他就会积累起 他就会有他的心胸 不是说这个事情上 我让了之后 我会胆怯 不会的 因为一个人养其德 德养了都 就会成为他生命的 一种力量 一个有德的人 他会变得厚重 他会 越厚重的人 就是成其智慧 他看问题 读圣贤书 他就会灵解 一个真子分 一个人 一个人就是好胜 往往读圣贤书 读不懂的 他一拿圣贤书 有的人说 师父 我晚上睡不着觉 我说 那你就读佛经好了 为什么 一读佛经 就会睡着的 读不懂 读不懂 那就会睡着的 一个人有厚重 有德气 他就会跟圣贤 就能通 一读圣贤通 所以说你看 人就是物以内聚 人以群分 你的孩子就跟圣贤 就抬到一个队伍里去了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对不对 那你就真正的 这个孩子就有成 就有他的成绩 他的成就 阿弥陀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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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感恩法师 顶礼尊敬的法师 我想有两个问题 我这个可能就是说跟现在这个社会结合的紧密一些 还有就是一些现象吧 第一个问题是就是现在人他这个物质是极度丰富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精神境界是极度匮乏的 所以就会有很多这个恶性的事件丛生 包括周围的人呢他这个烦恼啊压力啊痛苦也很多 所以看到这些他们痛苦其实也是很可怜的 那个我就想问法师那个佛教的哪些修法适合现代人修呢 来减少这些痛苦和烦恼 请法师开始这是第一个问题 谢谢 这个佛陀来世间不仅仅只是一个偶然现象 从天上掉下一个释迦摩尼佛 不仅仅是这样 从经典里可以知道释迦摩尼佛知道过去现在未来 知道我们人类这个文明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一个时代 释迦摩尼佛是躊躇满志 是是是精心准备而来的 所以他讲在我们人世间留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人生财富 我们现在所有的社会问题在佛的经典里都有答案 都有方法 所以特别我们这个时代佛经已经经过两三千年的检验了 我们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今年吧联合国宗教联合会 已经已经选出也已经通过投票的方式选出世界最和平的宗教 本身我们佛教啊 在这个里面是席位很少的 因为世界最多的信仰是基督教将近十六个亿 十六个亿多 就是二十好像二十六个亿 二十六个亿 然后伊斯兰教是十几个亿 十六个亿 然后接下来是印度教十多个亿 十一个亿将近 然后我们佛教只有五六个亿 那也占的席位是很少的 按照投票来说 自己投自己的话是能不到佛教的 对不对 那习未来决定了 票数习未来决定了 但是却却最后得票最多的是佛教 那也就是说很多的宗教的这些领袖 把自己的那一票投给了佛教 那所以说记者就很就觉得很感叹 你们为什么你不投自己 会把这一票投给佛教呢 他们的回答说 因为佛教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教义 而去伤害过别人 没有自己佛教的名誉 去实行过暴力 他说这个 从这个现象上只可以知道 那宗教世界我们人类的这些 都有特别我们中国 现在也说法定的五大宗教 那也这些几大宗教来说 那都是有道德的人 那都是社会的正能量 但你看在这个问题上就表现的公平 有道德 有良知 因为这个是铁证 因为佛教两三千里历史当中 从来没有因为佛教发动过战争 从印度到中国 到世界各地 佛教传到任何地方都是以和平的形象而出现的 包括东汉明帝 因为一个梦 然后派大臣去把佛教请到中国来 佛教不是打到中国来的 是被请过来的 所以这个佛教的这些知识 可以安抚我们人心的暴力之气 可以祥和我们烦躁的心灵 可以给社会带来安定 这是经过了长久的历史检验和方法的实践的 所以呢 其实不管小乘大乘金刚乘 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不具体的去说 总的就是说 对佛教有这样的正确认定了之后 它不仅不是迷信 它是智信 佛教不仅不是消极 它是积极 佛教不仅仅是 是信者有 不信者无 佛教的真理 不因为你信和不信 它就消失 甚至佛教都不因为释迦摩尼佛在不在 它而存在 佛教哪怕有一天消失了 但是真理还在宇宙间 因果的规律 它将永远的存在 所以只要我们了解 这个的话 后来虽然佛教获得了这个奖 但是没有哪个佛教团体去领奖 所以记者又去采访佛教团体 你们为什么不领奖呢 他说这个代表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这个奖是属于众生的 你看 所以到现在没有拿一个佛教团体去领这个奖 所以现在的很多社会的这些问题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探讨 也就是因为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话 佛教是灵丹妙药 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就好了 对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的精彩开始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当前总有一些报道 包括我周围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有对这种现象不解 就是说某些出家人 其实在我认为 因为我本身是虔诚的佛教徒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看过一些开始 就认为是假的真不了 但是呢 这个可能不能给他们做很好的解释 就是说某些出家人 看似是出家人 忘记了这个清修和苦行 反而追求世间的名利 请法师慈悲开始这些现象 谢谢 阿弥陀佛 应该这么说 关于出家人修行 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 苦修是修行 但是利益社会 帮助这个社会 是需要各种手段的 出家人 他既然出家了 他就是一个文化符号 他不再代表自己 所以不要以一个 看一个出家人 不能看一个普通的人的一个视角 去看他 所以这个 既然不能这样去看他 有时候 那我们就是 也是要去 就是说怎么说呢 出家他的身份 他的特别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方面的人 特别我们做媒体的 在这个评论上以后一定要小心 特别像我们 我们这个 我们河南 有登峰少林寺 很多人 现在微信上 就是把少林寺永信大和尚 和那个大卑士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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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想法师去对比 他们两位都是佛教界的高僧 他们之间不存在对比 各承担着自己不同的社会职责 对不对 这个妙想法师 他带领了僧团 这样修行 那永信法师 不仅仅带着僧团呢 还带领着我们整个河南呢 在外国人眼里 谁知道你河南啊 老实说 你河南虽然 打在外国人眼 你根本不知道河南 你跟他说 河南 他不知道的 但是 百分之八十的外国人都知道 那请问他们为什么知道 难道就是一部少林寺电影放的吗 少林寺电视没有那么大魅力的 八十年代的这部电影 对中国人影响比较大 但对世界 为什么有如今这么大的影响 这个就是永信大和尚的功劳 这个就是他的功劳 这个功劳 不单单我们没有给他颁奖 没有给他应有的 这个肯定还歪曲他 这是不对的 跟不存在两个人之间去对比 各个人不同 我不一定就是说 今天都要穿着一身补丁来见大家 那我才是好和尚 对不对 就是我们穿着的整齐一点 也是对大家的尊重 也是随顺着社会的一种审美 对不对 如果我比较奇形怪状 你认为那才叫修行的话 那可以吗 那也可以 但是他有自己的社会定位 比如说我也曾经跟我师父说过 我说师父啊 我喜欢我穿百纳衣好不好 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九十年代啊 那社会上很少穿百纳衣的 但是对于社会来普遍老百姓来说 是对这种是没办法接受的 就像云居上有一位体光老和尚 他妈妈去世了 他结果从山上下来的就穿百纳衣 结果火车也不让他上 他说穿得这么脏 破破烂烂 因为他看他衣服 那个在山上住的出家人都穿百纳衣的 大家都穿得 是指长期不喜 上面都油光光的 但是你说这种火车也不让他上 说他穿得这么脏 老和尚就说 你看我衣服脏了 我心里很干净啊 但是社会上的人他不是看不到心的 他还是看外表的 对不对 不要说外在的人 就我师父说的 他说如果你穿百纳衣 你妈妈看的都会哭的 对不对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要穿得百纳衣 那我自己修行 我自己让别人看到 让你来看我是可以的 你会觉得你看我 如果你是学佛的 你看我你能理解 但是如果我要跟你讲话的时候 大概你会离我远一点了 对不对 那会保持一种距离 有时候我们这个距离 距离感缩小一点 大家可以交流 这也是佛教的一种形式 甚至有时候 随顺着时间 为了度化众生 甚至我们出家人降格 本来应该在庙堂之上的 因为这个出家人 这个形象 形象它是属于圣贤的形象 应当是像圣贤一样被供着的 但是从神坛上要走下来 跟大家能够有共同语言 这种是代表着出家人的慈悲 不是他堕落了 这要搞清楚 慈悲度众和堕落是两个概念 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很多人有时候他混淆概念 他会要堕落 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呢 对不对 所以那我们既然他穿这个衣服 我们要往好上面下 不要去外解他 所以有的人很多不了解 但我们没提以后 也把这个搞清楚 确实也有 比如说一个商品 好的商品也好 他会有假冒伪劣 但是这也是需要我们 把它搞清楚的 不要于目混书 误导大家 所以我们媒体人 也要多了解佛教文化 你才会知道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错的 不要跟着别人人云亦云 阿弥陀佛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独定期举办 各内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耶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恶行呈十亿倍 慈悲智业高雄中山书方 举办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护生纪蒙山诗时 恭请慧态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神众 共同领众 日期11月19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同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智业诸善行 十方信众共成就 既见信念归净土 明阳两笔度有情 特为子安地藏殿 英灵牌位及报恩殿 所有历代祖先做超度 佛教慈悲智业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中风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恭请广顾法师主法及法部指导僧众共同民众 日期12月9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宜然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 9319 03989 9319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同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灌顶的作用 就是启动佛性的功能 让佛性发挥作用 当然 从本质上讲 佛性如来藏是无违法 不存在启动不启动 发挥不发挥的内涵 但从现象的角度来说 启动的过程还是存在着的 授予权利 如果没有灌顶而学修密宗 不但不会有任何进步和成就 反应自己违背了规定 所以还有道法的罪过 灌了顶以后 就有权阅读密宗经典 修持密宗修法 念诵本尊新咒 宣讲密宗续部等等 因为灌顶有好几种层次 有些灌顶得到之后 只能自己修 却没有资格宣讲 有些灌顶得到以后 既可自修 也能宣讲 四级灌顶 唐密 东密或外密的灌顶 只有第一级灌顶 而藏传佛教的密宗 却有层次各异的四级灌顶 因为其深度更高一个级别 所以叫内密 外密的观点 修法 灌顶 都是介于显宗与内密的中间地带 外密中没有出现高级别灌顶的原因 是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够成熟所致 当显宗根基成熟以后 就可以先修学外密 再修学内密 如果加行修法修得好 也可以让我们的根基成熟起来 从而跳过外密 而直接修内密 平时我们经常灌得金刚萨多灌顶 阿弥陀佛灌顶 观音菩萨灌顶 大日如来灌顶等等 多属于外密灌顶 凡是有四级灌顶的 都叫内密灌顶 第一级灌顶 叫宝瓶灌顶 宝瓶灌顶的第一个作用 是允许受灌者听闻 修学与生起次第 有关的密宗续部和论点 第二个作用 是让气脉明点当中的脉 以及身口意当中的身 转化为佛身 当下没有证悟的人 借助于灌顶所给予的力量 以及生起次第的修法 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快速成熟 并转化为佛的身体 第三个作用 可以断除身体所造的罪业 第四个作用 是波西亚佛的化身 报身 法身 自信身之四身中的化身种子 并令化身成熟 所谓转化 清静与成熟 都是从表面上讲的 实际上并不需要 因为其本质就是清静的 但毕竟表面上现在不清静 不成熟 所以需要现象上的转化 成熟与播种 请不吝点赞 uh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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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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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好 那么再来杀父撒母大家懂了 杀罗汉这就麻烦了 这有可能 那么再来是什么呢 就破结膜传法轮身 他能做结膜法 他也能够传戒律传法 但你去那里呢 你去那个道场当中 你又组织了另外一个生团 在同一个界内组织另外一个生团 然后另外这个生团 他又自己去送戒 跟他对抗 哇 这才叫破结膜传法轮身 有没有可能 不太可能啊 人间是可以 理论上有可能这样做 但你不太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个事 你又不懂戒律 你怎么教人家做结膜法呢 这样听懂吗 所以有这个话语 但不太可能发生 那么出佛生血更不可能发生 杀罗汉杀父母 这有可能 这三大类有 这三大象有可能 破结膜传法 人生术过生结比较不可能 但他还是列在那里 懂吗 那么再来 这第十样 那第十一呢 第十一就是人根 你是非人或畜生 黄鼠狼变 狐狸精变 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狐狸精变的 那请 请暂时离开 好不好 或者你就当场来借慧 护持就好了 不要 不要来偷偷的做贼注 这样也很重 告诉你 就是 那天人 非人 鬼神 或天人 的 好